此时日理万机的省委书记猛豪放正在研究各地的人员调整方案 封管组织的省委副书记朱建国在组织人事方面很有分量 听到猛豪放特意征求周昌全的使用情况 陈寅了一会儿稳重地说道 昌全同志在沙州两届了 有功劳应该朝上动一动 人大还差一个副主任 以昌全同志的资历应该够格了 猛豪放不置可否 八年前昌全同志出任沙州市委书记的时候 沙州的经济总量排名第三 但是只有排名第二的铁州市的三分之一啊 去年的统计数据 沙州与铁州几乎相当了 这个同志抓工作很有一套啊 对沙州的发展功不可没 那猛书记的意思 还是让昌全同志继续留在沙州吗 昌全同志干了两届了 应该调整了 规矩还是要遵守的嘛 无规矩不成方言 前一段时间劳骨走了 胜利缺一位管工业的大将啊 昌全同志很适合这个岗位 你的意见如何呢 猛豪放对于周昌全的使用问题 做了深入的思考 中央考察组近期要到领西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猛豪放虽然还是在征求意见 可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朱建国知道此事已经拍板了 就说 长年同志政策水平很高 实践经验也很丰富 又是多年的正厅级 是接替劳骨的最佳人选 离开猛豪放的办公室 朱建国在心里感慨一番 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呢 难怪市级部门的副手 为了一个正直 使劲浑身的谢数 还真的得理解他们 周昌全到省政府出任副省长 那朱建国心目中的人选 自然就得让位 动一人 其下游所有的人都会跟着变化 这就如一根环环相扣的链条 牵一发而动全身 无数人的命运 就会因此而发生极大的改变 此时的周昌全 还不知道他的命运 已经又发生了转折 他正在构筑沙周 新一轮的宏伟计划 雄心勃勃的 想让沙周在五年时间内 成为仅次于省会城市的 第二大城市 如果实现了这个目标 人生的价值 也就算得到体现了 那么退休以后 也就没有遗憾 可以安详晚年了 要是论喝酒 周昌全并不是行家 可是在招待的晚宴上 他毫无保留的贫贫举杯 感谢管厅长和吴厅长 对我们沙周的厚爱 我再敬你们一杯 在新的五年时间里 如果能够争取到两座水电站 这对于沙周的发展 必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晚宴结束了 周昌全亲自将管海洋 吴英 朱晓勇等人 送到沙周宾馆 周昌全还将管海洋 亲自送到了房间 这个举动 让水利厅长管海洋 着实舒服 他借着酒劲说 沙周兴旺发达 人才几几啊 在新的五年里 水利厅争取在 主水河和清水河上 各投资建一座水电站 周昌全使劲握了握 管海洋的手 时间一定会证明 在沙周建水电站 是正确的选择 到了吴英的房间 周昌全停下了脚步 站在门口 吴英说道 老周啊 你不要站在门口吗 进来说话 周昌全摆了摆手 大姐啊 你累了一天了 早些休息 我只说一句话啊 我们是老朋友了 以后有什么项目啊 尽量要争取到 我们沙周来嘛 吴英笑了 哎呀 你呀 和老蒙一个样 有事做就精神十足 闲下来呢 就满身毛病 哎 前一次呀 我拉着老蒙到海南去了一趟 结果呢 他硬是把会开到了三亚 早知如此啊 还不如就留在领夕呢 害得同志们坐飞机到三亚去开会 洪昂 侯卫东和楚修洪 跟在周昌全的后面 他们都没有进屋 站在宾馆的走道上等着 周昌全跟水利厅的诸位领导 到了晚安以后 洪昂建议说 周叔家 累了一天了 泡泡温泉去 松松筋骨怎么样 周昌全也满五十岁了 应酬了一天 确实感到了疲劳 再加上心情不错 就点头同意 同时又叮嘱了一句 咱们悄悄去 不要惊动高见 否则又搞成工作汇报了 洪昂会议的一笑 对侯卫东和楚修洪说 今天晚上谁也不许谈工作啊 让周叔去彻底放松 然后他又给托尘温泉 打了个电话 水总啊 在绿色家园 留一个大间和一个小间 找最棒的按摩师傅 不要找女的啊 要找手艺最好的 那个福建师傅 绿色家园本来是时间餐厅 后来生意好 又单独扩出了几间高档的池子 价钱贵不说 而且一般人就算是有钱 也根本没有机会 到这几间高档的池子去的 洪昂是沙州最有权力的大内总管 只要他开口 温泉老总水平就会变魔术一般 将高档的池子准备好 等到周昌泉一行 到了托尘温泉 水平早就在一旁等着了 尽管洪昂没有说具体谁来 水平却是文贤 隔耳之雅异 早就为周昌泉 准备了最好的池子 和最好的师傅 到了幽静的角落 牌子上写了什么汤 不是日文 而是侯卫东不认识的文字 他只认识最后一个汤子 就是由于有了这个汤子 整个温泉的气氛中 就带着暧昧的日本味道 进了池子 洪昂突然骂了一句 这怪事啊 这个汤子明明是古汉语嘛 怎么用到这里啊 就像我们偷了日本人的专利似的 在场的人中 除了周昌泉之外 洪昂的年龄最大 将近四十岁的人 身材还很匀称 并没有常见的大渡男 侯卫东和楚修红 也都是精壮的汉子 每位领导都有特殊的脾气 周昌泉偏瘦 所以他身边的人 一个胖子都没有 他肯做事 心腹则多是实干派 他平时话不多 那心腹中 也没有一个夸夸其谈的人 泡澡结束以后 周昌泉又变得精神抖擞 他走到院子里 满院的绿树 让空气中的 富氧离子浓度变高不少 他望着浩瀚的天空 意气风发地 对红昂主人说道 伙计们 我们再大干五年 争取让沙周啊 再上一个台阶 周昌泉精气神很足 这深深地感染了侯卫东 皇子弟打招呼的事情 原本犹如一块大石 压在他心里 此时也不翼而飞 他只觉得无比的振奋 精力更是无比的旺盛 在侯卫东的强力推动下 曾经的各项工作 慢慢有了进展 却也遇到了不少麻烦 第一件麻烦事 就是双和镇的土地调整 和征地工作 由于要占用不少的菜地 直接影响了村民的收入 推进的不太顺利 侯卫东单独找双和镇 党委书记温功成谈的话 效果却不太理想 第二件麻烦事 是整治千心矿的工作 曾经有色金属种类很多 侯卫东没有全面开花 而是盯着千心矿 李东方很配合的 将所属的三个千心矿 进行了计改 这对整体的工作 是有推动作用的 但是非法与合法的小千心矿 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第一批有十几家 小千心矿被关闭了 这些小矿主们 被断了财路 在不同的场合扬言 要报复县委县政府 县委办还收到了 针对侯卫东的恐吓信 里面装着一颗仿制的 五四手枪子弹 第三件麻烦事 是方杰的事 老方县长天天提着拐杖 守在县委县政府 他只强调一句话 那就是要让侯卫东 把方杰交出来 有什么问题 有法院公开审判 不能不明不白的 就把人给弄没了 老方县长在改革开放初期 带领全县人民 搞乡镇企业 在县里 很有一些威望 一时之间 老方县长苍老的身影 吸引了不少同情的目光 这给侯卫东 也造成了不少的威压 12月26日 侯卫东正在 红河镇开县场会 突然就接到了 秘书长洪昂的电话 洪昂语调很严肃 你立刻到市外 周术局要见你 侯卫东很久没有听到 洪昂如此严肃的口气 秘书长 出什么事了 洪昂声音很低沉 得到消息 周术局可能要出任副省长 按理说 周昌全由正厅级升至副省级 应该是件高兴的事 可是侯卫东的心情 确实很压抑 心急火燎般的 来到了市委办 周昌全甚至平静 等待侯卫东坐下之后 说道 回顾这八年的时间 沙州经济和社会史 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是沙州全体人民 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是从个人来说 我尽力了 问心无愧 不过只有张永泰的事情 让我不能释怀 这个事情就只能交给你了 希望你能顶住压力 将成经的事情办好 谈到此事 周昌全颇为动情 张竹张松两兄妹还在上访 临走前 我要单独跟他们谈一次 还有 我走之前 你的父子将会被去掉 这段时间 你的表现已经证明 你完全能够胜任县委书记的职务 新书记应该是省级部门下来的 以后沙州的局面会发生一些变化 也许会有一些微妙 我在省里会继续支持你 不过毕竟隔着沙州市委啊 和以前不一样了 谈话结束以后 周昌全鼓励道 伟东啊 我相信你的政治智慧 能接受这次挑战 成大事者 都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啊 你要吸取张永泰的教训 注意安全 你的安全 还有家人的安全 侯卫东的心情如大石磨盘一样沉重 没有回新月楼 他坐车直奔成金县 小车刚进县境 曾献刚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疯子 我到成金了 在哪儿等你啊 侯卫东对于曾献刚的来意很清楚 问得很直接 你是为了顺发千辛矿的事吗 曾献刚又道 昨天曾献永给我打了电话 说是县里封了厂门 我过来看一看 另外呢 我还听到一些传言 要当面才能说清楚啊 传言 是曾献永和秦赶说的吧 你带他们过来吧 直接到县委招待所的后院来 要隐蔽一些 昨天曾献永到领夕来找我 我开车送他回来的 我的车是领夕的牌照 没有人会注意到曾献永的 到了县委招待所的后院 曾献刚和曾献永 已经等在接待室里了 三个人上了楼 春天紧跟着来到楼上 他没有穿招待所发的制服 而是穿了一身家居服 侯卫东瞅了瞅春天的衣服 春天啊 这身衣服挺时尚的嘛 不像是在成金买的 春天见侯卫东 注意到自己的衣服 心里很高兴 脸上出现了一朵红韵 羞涩的说 这是朱梅寄给我的 省里流行的衣服 春天的相貌不是太出众 但也不愁 此时露出了一点羞意 让成天混在男人队里的曾献永 觉得眼前一亮 等到春天离开 曾献永说 侯叔姐 顺发千金矿被封了门 现在市场正好啊 能不能帮我说句话呀 他原本想称呼侯哥 可是画到嘴边 看着这张 时常在成金县电视台出现的脸 他又将称呼 改为了侯叔姐 侯卫东正色说道 曾献永啊 你今天不来找我 我还要找你呢 曾献永不由得坐直的身体 从产量上来说 顺发千金矿介于中型矿和小型矿之间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个选择啊 如果当成中型矿 就必须要计改 如果当成小型矿 只能被关闭 采矿证 也要被吊销 那 这计改的费用太高了啊 侯卫东经常琢磨着 成金的大小千金矿 对各个千金矿的情况心中有数 仙永啊 你要转换思路 你现在不是上清林的社员 而是企业家 企业家就要有企业家的思维 要会看清形势算大账 刚从山里采出来的千金矿石 每吨卖到九百到一千一百块 除去人力运输等成本 每吨有六百元的利润空间啊 曾献刚此日在一旁 相永啊 你听听啊 大家都是这样说你嘛 既然千金矿能赚钱 就不怕计改啊 你和情感去凑一部分钱 我再借给你们一部分 第一期就可以搞了 有了利润再加上县里的优惠政策 第二期计改就不会太费力啊 曾献永低着头想了一会儿 侯书记啊 县里的政策会不会变化呀 如果不变 搞计改就没有大问题 我和情感最担心的是 县里今天一个政策 明天又换一个政策 县里出台的计改政策 是经过县委常委会讨论的 怎么会轻易改变呢 侯书记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你如果继续留在成金县 我就搞计改 如果你要调走 我们的钱会不会打水漂啊 我才来半年多嘛 我怎么就会走呢 我准备在成金啊 长期抗战呢 说到这里 侯卫东想起了周昌泉的话 心中暗道 周昌泉调到省里当副省长 还得有中组部考察 等程序性的过程 要走也得有一段时间 趁着他还在 得多做点事情啊 曾县勇说道 那要是这样 我就咬着牙帽自贤吧 他听说侯卫东暂时不会走 心里便稳定了许多 其实侯卫东在成金县 对曾县勇和情感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照 可是有了侯卫东这位大哥 曾县勇在心里才特别的踏实 总觉得有了依靠似的 侯书记 还有一件事 我就向您汇报 就是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就直说吧 最近小千辛矿的老板 情绪很大呀 有人在四处串联 说是要到省里 和国务院去告状 还有人要去断铁路 曾县勇小心翼地说 我还听说 有人扬言要请黑道的人 准备买杀手 张永泰是前车之介 侯卫东自然不会掉以轻心 他的喉咙暗中有些发紧 表情却是轻松自然 谁吃了穷心豹子胆啊 敢做这些事情啊 曾县刚这次到成金 一来是为了曾县勇的事 二来就是为了劝侯卫东 小心一点 他说道 疯子 小心使得万年船啊 这些人什么事情 都能做得出来的 我让县勇开了一个 与黑社会有牵连的 千辛矿老板的名单 你要做好准备 以防万一啊 院子里传来了刹车声 仅听气势汹汹的刹车声音 就知道来者正是县委常委 公安局局长邓家春 邓家春见侯卫东在楼上招手 信不而上 进门之后 他扫了一眼 戴着墨镜的曾县刚 又将目光转向了曾县友 他已经认出了 来人是情感的合作伙伴 看完了名单 邓家春黑瘦的脸 绷得更紧了 他盯着曾县友的目光 很有穿透力 这让并不胆怯的曾县友 竟然下意识地将目光躲开了 曾县友早就听说过 邓家春的大名 此时才见识了 公安局长的杀气 这个矮个子的黑老头 进屋以后 就产生了高压气场 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邓家春取出了一张 干净的小卡片 这不是名片 上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这是我的手机 24小时开机 遇上什么事 可以打这个电话 结果这张电话号码 曾县友在心中 默读了几遍 又将小卡片 郑重地放在了皮包里 在治安不太好的成金 这个号码 或许就是一根救命稻草 虽然侯伟东 比邓家春的官大 可是在社会 闲杂人员的心目中 县委书记离得太高太远 公安局长却是绝对的杀神 邓家春看了一眼曾县刚 你是从领袭过来的吧 以前是上青林的 侯伟东说道 邓局长 果然目光如炬 这位是曾县刚 以前在上青林 跟我是同事 如今在省城发展 已经是大老板了 曾县刚身上有案子 对公安局长 有着天然的心理距离 哪里说是大老板呢 混口饭吃吧 邓家春闲聊了几句 就回到了楼下的寝室 他给罗金浩打了个电话 你马上到局办公室 我有任务交给你 这一夜 公安局小会议室的灯光 直到凌晨才熄灭 侯伟东对邓家春很有信心 把名单交给邓家春以后 他就将此事抛在了一边 第二天早晨 刚到办公室 市委办的杨柳就打来了电话 侯书记 今天一大早 成金的老方县长 守在周书记的门口 他在市委办说 成金县涉嫌非法拘禁 他的孙子方杰 如今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要求成金县交人 这个方杰 他指使社会闲大人员 捅伤了洪心镇水厂厂长 公安机关正在抓人 老方县长爱孙心切 心情可以理解 杨柳又说 那老方县长还说 他孙子有没有罪 应该由法院说了算 其他机关和人 是没有定罪的权利的 他又说 就算他孙子犯了罪 按照惩罚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不可以没有下落 他要求知道孙子的下落 说到这儿 门口忽然有脚步的声音 杨柳看着杨腾的身影走过 就压低声音继续说 周书记开会去了 不在市里 老方县长啊 找到了黄书记 他现在还在黄书记的办公室里 谈这事呢 黄书记 你要注意了 刚才老方县长 已经放出话来了 说如果杀周不能解决这个事 他就要到省委去反应 甚至啊 要向党中央反应呢 侯卫东暗自摇头 心中暗想 这真是乌漏偏风连夜雨啊 这老方县长怎么找到黄子低那儿去了 嘴里却说到 公安机关压根就没有找到方杰啊 老方县长在成津的人脉很广 亲朋故旧遍布成津县公安局 如果方杰真的在公安局 那岂能瞒得过他呀 我听老方县长说呀 这次到曾经抓人的公安局里面 有沙州的公安 因此啊 他怀疑方杰是被沙州公安弄走了 他找周书记呢 就是要给沙州公安局施加一些压力 杨柳说到这儿 顿了一下 侯书记 据我的直觉 老方县长的表现不像是作为 他一门心思认定 方杰是被公安局官抓走了 杨柳对侯卫东一直很关心 当老方县长如祥林嫂一般 在办公室里叙叙叨叨的时候 他就主动去倒了杯水 趁机套了一些情况 上午十一点 周昌全用洪基电话联系了侯卫东 接通以后 周昌全问道 方杰是怎么回事啊 他是不是同张永泰的案子有关呢 洪基电话是保密程度很高的电话 只有相当级别的领导才有资格使用 用这部电话联系 基本上不存在着泄密的情况 侯卫东在周昌全的面前 自然就说了实话 侯卫东在周昌全的面前 自然说了实话 周书记 邓家春对张书记的案子 定得很紧 除了正常的手段以外 还派内线混进了成金社会的闲杂人员当中 方杰就是张书记案子的重点嫌疑人之一啊 这个方杰有两个千辛矿 他的设备啊 以及生产的工艺 都有严重的污染 以及安全的隐患 方杰这个家伙 对县政府的整治工作有意见 他支持手下 还捅上了红星水厂的厂长 但是这只是事件的表面起因 实质上 邓家春已经搜集到方杰 参与黑社会活动的大量证据 可是我们正要收网的时候 他却突然失踪了 周昌全来到沙州的时候 老方县长已经退下去了 两个人也没有多深的交情 听侯卫东这么说 周昌全说 卫东啊 既然方杰是重点嫌疑人 那就要一查到底 不要受其他的人和事情的干扰 侯卫东汇报道 周书记 目前张书记的案情出现了新进展 城西修理厂有一名工人 与方杰的手下有瓜葛 嫌疑很大 张书记出了车祸以后 他就不见了 听说他在广西 视线两级刑警队暗中派人过去调查 如果找到了这个人 或许案情就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好啊 好 好啊 如果我在离开沙州之前破案 那就是最好不过了 电话那边 周昌全见事情有了些眉目 禁不住一连说了三个好啊 挂了电话 侯卫东的心中暗想 如果张永泰的案子 真的是方杰干的 那么此时方杰的失踪 就只有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是主动失踪 这就叫欲盖迷障 而另一种是被动失踪 那这里面就极有可能还有隐情啊 这个思路对案情有着直接的影响 侯卫东就将邓家春叫到了办公室 此时的公安局长邓家春正忙得不可开交 他身负保护侯卫东安全的重任 得知曾献勇提供的名单以后 就把刑警大队罗金浩叫到了办公室 讲了事情的原委 恶狠狠地发了话 甭管你用什么招 先把闹得最凶的三个人 弄到派出所 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抓人的理由嘛 你自己去找 但是也不能违法啊 将这三个人请到公安局 这是我的决定 侯书记不知情 你也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个事 罗金浩自然明白邓家春的意思 他很快将三位小千心矿主的情况汇集起来 制定了收拾人的方案 当天下午 在鼎山的一家地下赌场 将其中的一个小千心矿老板现场拿货 由于参加聚众赌博 被拘留了15天 另外一个小千心矿的老板 喜欢在发廊找洗头妹 不过此时他人已经到了沙州 这事就交由了沙州市刑警支队的侯卫国经办 第三个小千心矿的老板50多岁 不嫖不赌 就是喜欢喝点小酒 喝完了呢 也不干什么就睡觉 可是喝酒睡觉并不犯法 实在没有什么把柄可抓 罗金浩抠了一阵的头皮 就带着人以检查安全为由来到了矿上 意外的在矿上发现了一根 从来还没有使用过的雷管 罗金浩就以这个理由 把小千心矿老板带到了派出所 依据爆炸物品管理办法 雷管等爆炸物品必须当天入库 你当了老板难道还不懂这个规矩吗 你涉嫌私藏爆炸物品 请到派出所做个笔录吧 当三位千心矿老板被带入了成津县公安局 邓家春立刻组织人员对其进行审讯 眼看就要有戏的时候 侯卫东的电话打了过来 邓家春只好让罗金浩继续审问 急匆匆地赶到了县委 侯主席啊 有什么紧急的事啊 侯卫东不紧不慢 邓局长啊 别着急嘛 喝口茶 有一个思路 或许对张永泰的案子有帮助啊 邓家春非常敏感地追问 是不是与方杰有关呢 对 今天上午老方县长到市委去上访了 让县委县政府交出方杰 我最后确认一次 方杰是否被咱们公安机关直流了 哎呀 胡主席 绝对没有啊 好 这样说起来 那方杰的事情确实就有些问题了 他极有可能遇害 那么方杰背后还有一个人 你觉得最大可能会是谁呢 听完侯卫东的分析 邓家春半天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 侯主席 我们的人在广西蹲守 希望能尽快逮着那个修理工 不过这事急不得 只能慢慢地等啊 不过我觉得您的思路是正确的 方杰如果真的是失踪了 那么背后的人 才是这个案子的关键啊 老方县长在沙州上访以后 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他怒火冲天地来到了省城 到了省委大院 不料执勤的武警是一个愣头青 见到这样一位老人要进大院 就不客气地拦住了他 老方县长原本心情就恶劣 与年轻的武警战士争执起来 对不起 请您出示证件 您是离休干部吗 离休干部也要出示证件 我没有带 老方县长一抹口袋 往日随身携带的离休正 这次却意外地没有带在身上 那么您要找谁啊 老方县长的脑袋朝省委大院里忘了吗 以前当县长的时候 他还认识几位省委的官员 如今退休都二十多年了 当年的老朋友也全都退了休 他实在想不起还有什么人在省委工作 哎呀 我是承津县的退休县长 要找省委组织部反映情况 小同志 你让我进去 武警战士根本就不相信他 依然不放心 对不起 要反映情况到信访局 这里不能进 老方县长很有些无奈 好好好 我去就去 我就到信访局去反映情况 说完话猛的一转身 他突然觉得一阵头晕目眩 一下子就瘫软在了省委大院门口 恰巧此时 省纪委第一监察室主任陈再席 正从大院走出来 第一监察室联系沙州 在一次座谈会上 他曾经见过老方县长 对老方县长的印象还挺深刻 见此情景连忙跑了过来 不一会儿 救护车就开了过来 此时方知行出现了 他是老方县长的儿子 也是方杰的父亲 方知行离开领西 定居新西兰已经有十年 在接到李太中的电话以后 犹豫再三 还是坐飞机回到了领西 在省医院见到父亲如此的状况 也是暗自伤心 方知行听说儿子方杰失踪 气得咬牙切齿 方杰从小顽劣 方知行没少操心 与方杰的妈妈离婚以后 他与方杰的联系也就很少了 哎呀这个小杂种啊 他跑到哪里去了吗 好了 你小声一点 我们到外面说好 方杰的母亲虽然与方知行离了婚 确实对老方县长一直很好 老方县长生病期间 他就一直陪在病床前 十几年前两个人闹分手的时候 曾经闹得很厉害 分手以后 也有接近十年没有见面 此时面对面站在一起 两个人颇为尴尬 不过为了孩子 两个人还必须要站在一起 方杰的母亲说 小杰最近迷上了省歌舞团 一个叫做朱盈盈的女孩 这个女孩子现在也是下落不明 我怀疑小杰的失踪 跟这个女孩有关 那 那这个朱盈盈在什么地方 小杰失踪以后 朱盈盈曾经到家里来问过她 我当时对她很不客气 可是那以后呢 她也就不见了 我到省歌舞团去找过她 歌舞团里说 她已经半年前就停薪留职了 她的父母也跟她有一年多没见面了 方知行责怪着说 这不就是失踪了吗 那怎么不报案吧 你自己去查什么呀 真是愚蠢嘛 方杰的母亲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小杰早就不是个孩子了 我哪里管得到她呀 平时两三个月见不到人 太正常了 所以当时还对朱盈盈有脸色呢 认为她大惊小怪 方杰的母亲说到这儿 显得有些六身无主 你已经进了新西兰的国籍 算是外籍人士了吧 那你去出面呀 你出面有国籍影响 上级领导也就会重视一些 很快 老方县长在省委大院门前病倒的消息 传回了成金 在流传的过程中版本数遍 最后变成了老方县长在省委大院喝了农药 此事已经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省委统战部接待方知行以后 高度重视 派了一位处长陪同方知行来到了沙州 沙州统战部副部长李光忠 陪同着省里的来人一起来到了成金县 这个李光忠是易阳上青林人 当年在上青林侯卫东修公路的时候 要从他祖墓前通过 为此李光忠还与侯卫东发生过小小的矛盾 侯卫东用了一个歪办法 找了一个算命先生 将李光忠的父亲联蒙带骗地哄走了 这才解决了千坟的问题 一晃几年过去了 李光忠现在仍然在统战部任副职 同时兼任了民宗局局长 总算将正处级的职务解决了 他跟侯卫东握了握手 热情地说道 侯叔叔叔啊 你是上青林的骄傲啊 当年你主持修路 我就知道侯叔叔前途不可限量 侯卫东想到请算命先生的往事 心中也是一番感慨 感谢李部长对上青林公路的支持 当年啊 没有您和老爷子的开明大意 这公路啊 也不会修得如此顺利嘛 李光忠笑着说 都是上青林的人嘛 应该的 方知行出国已经有十多年 天天在新西兰的农场里忙活 手摸着肥羊 抬头看高山 低头看青草 耳边是软绵绵的台式普通话 国内的生活似乎已经离他很遥远了 这次回到领西 过了好多天 才慢慢重新适应了人山人海的生活环境 他非常客气的对侯卫东说 侯先生 犬子下落不明 已经有了十来天 家里人很着急啊 恳请政府能有妥善的解决办法 方知行回想着记忆中的成经官场 很有礼貌的组织着语言 侯卫东做了个手势 将这几个人让到了会议室 对秘书杜冰说 你请邓局长过来参加会议 邓家春穿着整齐的警服 目不斜视的走进了会议室 等到侯卫东讲了大致的情况 他抬眼看了一眼方知行 简明额要的谈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由于受伤人的伤情并不严重 方杰只算是轻微违法吧 主要是民事赔偿 省委统战部的中年处长 打断了邓家春 邓局长啊 既然只是民事赔偿 以方杰的经济实力 也就不必躲藏啊 问题的关键 那就是方杰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邓家春根本就不理睬 这位插话的处长 对方知行继续说 方先生 不知道你对此事是如何看待的呀 方知行说 我回到领袭以后啊 问了家人 他们都不知道方杰的下落呀 我的父亲 也是为了此事而着急住院的 既然方杰失踪 我们城京公安将近全力寻找 也请亲属们 多提供一些有意的线索呀 啊 我听说方杰 有一位女朋友 叫朱盈盈 以前就跟方杰住在沙州 那既然这么说 我现在正式向警方报告 方杰失踪了 请城京警方 帮助 寻找 侯卫东说道 城京警方将全力寻找方杰的下落 这一点请方先生放心吧 同时还要请方先生 配合警方的工作呀 方家父子来到了省歌舞团 费尽周折 才找到了朱盈盈 在老方县长老泪纵横之下 朱盈盈带着一行人来到方杰在新月楼的秘密住宅 进入这套秘密住宅 屋内是全套现代化的电器 家具也是从领夕买来的高档货 这让方知行吃了一惊啊 他心里琢磨着 没有想到小杰还真是有钱啊 这套设施放在新西兰 那也是不差的呀 罗金浩带着刑警队的几位好手 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冰箱里还有一些水果 表皮已经发黑了 看来已经有些时间了 另外还有一盆鸡汤 厚厚的油层上长着黑霉 厨房里放着的菜也开始腐烂 卫生间内有男女两套的洗漱用具 衣柜里还有一大牌的女装 还有一格装着女士的内衣 清一色的高档货 桌子上还有朱盈盈的几张大照片 他眉眼弯弯 从照片中笑盈盈的看着屋里的人 罗金浩趁着这个时机 带着几个刑警仔细的搜查 想寻找方杰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 可是搜查一遍之后 却一无所获 罗金浩又在屋子里转了一圈 没有见到保险柜 他觉得很奇怪 不对啊 方杰的家里没有上锁的柜子 那他的钱和重要物品 应该放在保险柜里 他来到方杰的母亲身边 看这个样子 方杰应该是走得很匆忙啊 连洗好的内衣内裤都没有带走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方杰有没有保险柜啊 这个事情对寻找方杰很重要 方杰的母亲听到这句话 满脸都是焦急之色 他犹豫了片刻 我 我是无意之中得知小姐有一个保险柜的 可是我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 朱盈盈已经将保险柜里的现金取走了 他把方家人追查此事 就说 我也不知道有保险柜 得知有保险柜 罗金浩使了个眼色 几个刑警队员就开始专搜阴暗的角落 终于将厨房后面的小型保险柜找到了 朱盈盈盈 你知道这个保险柜的号码吗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朱盈盈就像一个受伤的小鸟 在一旁可怜巴巴的摇着头 在开索工匠 与保险柜搏斗的时候 李太中 已经得知 方知行回到沙州的消息 他给方知行打了电话 知行啊 什么时候回到沙州啊 看过老爷子没有啊 今天中午到家里来 我们一起聚一聚吧 听说方知行正带着公安在方杰家里搜查 李太中暗自侥幸啊 哎呀 幸好我去查了一遍 否则晚上肯定睡不着的 心里虽然这么想 口里却说 小杰啊 就是玩心大 说不定啊 就是和那个什么朱盈盈啊 提前读蜜月去了 让公安到屋里来查 那小杰知道了会生气的吗 李东方暗算了方杰 这是绝密中的绝密 李太中也不知情 而他心中的隐疾 是张永泰的死 所以他也很忌讳公安插手方杰的事 方知行完全是局外人呢 哎呀 就算是这样 那小杰也会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的 我们这也是为他好吗 李太中说 这几年小杰的企业发展得很好 不过偷税漏税啊 也干了不少 如果让公安查到账 那不就麻烦了吗 方知行这才有些担心 他放下电话 见所将一脸骄傲 已经成功的把保险柜打开了 保险柜里空无一物 罗金浩有些失望 他很不甘心 凑到了保险柜的门口 在保险柜的角落里 发现了一个薄薄的小电话本 很不起眼 罗金浩不动声色地将手伸了进去 把小电话本握在了手里 慢慢地抽了回来 他的动作极为震惊 没有人发现 他已经拿走了一个小本子 罗金浩知道 所在保险柜里的本子 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回到公安局 他就交给了邓家春 侯卫东接过了邓家春手里的电话本 方看了一会儿 这些电话号码本 后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邓家春早将这个小本子 研究了好几遍 方杰将这个小本子 放在保险柜里 那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 我估计这后面的数字 应该是行贿的数据吧 侯卫东数了数 电话本里有27个名字的后面都有数字 他想了想 光凭一个电话本 和几个后面的数字 说明不了问题啊 只有找到方杰以后 这些数字才有用 不过 这对县委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这里面涉及的干部太多 原件就先放在我这儿吧 一定要谨慎 不能留出去 否则会造成干部队伍的思想混乱 老邓啊 除了我们三个人 不能让其他任何人再知道 有这么一个本子的事 邓家春说 我们已经查到了朱盈盈 在领袭的赞助地了 据观察方杰没有跟他在一起 我们准备今天就收网 把这个朱盈盈带回来 好好地问问他 以前侯卫东对朱盈盈 这个大美女还是有些好感的 后来见其先棒了刘明明 然后又跟了方杰 对朱盈盈的好感也就荡然无存了 好啊 朱盈盈与方杰是情人关系 他应该知道不少事情 可以将他带回来 仔细地问一问 整整一个晚上 侯卫东都在研究这小本子上的名字 他将名字一个一个地写了下来 并写上了现任的职务 做成了一个列表 面对着这些列表 侯卫东吃惊地发现 这里面很多名字 都能在县委县政府的机密电话本上找到 比如说人大主任朱国仁 建委主任朱镖 国土局长老狗 县委办主任胡海 双和镇 镇委书记 温功成等大人物赫然在策 只是每个人后面的数字大小不等 其数字大小同官位的大小 以及官位的要紧程度 成正比 难怪张永泰取高何寡呢 这么多大人物都带着灰色 而唯独他如泉水一般的侵略 侯卫东在心里暗暗地感慨着 他将这个小本子锁了起来 这个小本子太重要了 迟早能派上用场 只是这个小本子又是一个炸弹 不宜马上公开 否则成今必然大乱 并不利于解决问题 侯卫东在屋子里一边抽烟 一边转着圈子 将成今乱麻一般的事情 在头脑中细细地梳理着 在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 侯卫东将县委办主任胡海找了过来 虎主任啊 我要到领西区拜会 省发展银行的郑朝光董事长 如果有时间呢 还要找一找省财政厅的讲厅长 和其他的领导 这些领导啊 要么手里有政策 要么手里有大把的资金 稍稍地倾斜一下 对咱们成今都是大有好处的呀 我们必须要建立良好的关系 咱们成今县到底有什么 拿得出手的土特产啊 哎呀 侯主任 咱们成今的主要特产呢 就是煤和有色金属嘛 这两样东西当然拿不出手 这山上 山上倒是有些野味 不过也没有包装啊 这实在拿不出手啊 胡海当了多年的县委办公室主任 以前张永泰基本上也不送礼 他在这方面就很少操心 今天侯卫东突然提出送礼的要求 让他有些为难 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合适的礼物 侯主任 干脆啊 给个大红包算了 侯卫东摇了摇头 郑朝光和蒋厅长是什么身份呢 见面送个红包 送多少啊 多了那是行贿 少了拿得出手吗 秘书杜冰也跟着想这个问题 忽然灵机一动 侯主任 红星镇有早熟的橘子呀 味道特别好 种植面积也不大 一般人还吃不到 侯卫东当即表态 你去给古云峰打电话 让他尽快弄两筐橘子来 越快越好 秘书杜冰给古云峰打电话 接通以后 古云峰笑呵呵的说 不用着急啊 半个小时送到 杜冰没有料到会这么快 他就惊奇的追问 古云峰道出了原位 大秘书啊 我们红星的橘子那是独树一帜啊 怎么能不送给领导品尝品尝呢 今天早晨啊 我就已经让老乡准备了几筐了 就准备给县委新政府的几位主要领导送过来呢 新鲜的红星橘子 酸中带甜 入口清香 口感极佳 侯卫东平时吃水果也不太积极 而这次却一连吃了好几个橘子 侯卫东上车前 与古云峰握了握手 古叔姐 很不错啊 说完 就带着红星橘子前往领袭了 送了四筐橘子 得到了一个很不错的评语 这让古云峰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等到侯卫东坐车离开 他又给组织部长李志打了个电话 中午 将一筐红星橘子亲自送到了李志家中 自然也在一起吃午饭 李部长 你看 我还有没有机会再调回城里啊 古云峰以前当过县委办的副主任 与李志的关系也不错 吃饭的时候 他就提到了自己的想法 古叔姐 你想不想回县委办呢 古云峰眼前一亮 侯叔姐 想换县委办的主任 县委办主任 那是县委书记的大内总管 最容易得到提拔了 同时 委办主任也经常是一朝天子 一朝臣的牺牲品 古云峰当过县委办的副主任 一下子就听出了李志的话外之音 李志点了点头 胡海呢 在县委办的工作还是很突出的 侯叔姐准备让他出去独党一面 这几天 他跟我谈过这事 想在中层干部中物色一名精明能干的同志 出任县委办的主任 我推荐了你 侯叔姐没有反对啊 吃过午餐 古云峰的兴致变得极好 由组织部长李志的大力推荐 又在关键的时候 给侯伟东送来了关键的红星橘子 这就让他看到了 这就让他看到了回县委办的希望 车过县委大院 古云峰一边哼着潇洒走一回的调子 一边在心中暗响 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啊 县委办 我又要回来 侯伟东将新鲜的红星橘子带到了省城 几位领导都是大盟人 他用了整整一个下午 才分别给省委组织部丁元副部长 财政厅的蒋副厅长 以及发展银行的郑朝光董事长送了过去 红星橘子是理清情义众的最好礼物 三位领导自然小纳 送礼完毕 已经到了晚餐的时间 一行人刚拿起筷子 楚修红打来了电话 周叔就要见你啊 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侯伟东听楚修红说的郑重 他意识到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 此时人多他没有问 只是说 我一个小时准时到侍卫办公室 晚上七点三十分 侯伟东赶到了沙州侍卫 侯伟东在前面停车 抬头见楼上还有几间办公室没有熄灯 秘书长红昂的办公室也是灯火通明 一上楼 在走道上 正好遇到了秘书长红昂 红昂说道 中组部的考察组已经回京了 今天得到比较正式的消息 周叔就要任副省长 春节前后离开沙州 侯伟东没有在红昂面前故作惊讶 这么快 明年各地都要缓节选举 这期间还有一些例行的程序 现在走很正常 并不算快 红昂交代道 周叔叔今晚请几位同志吃完饭 还要交代你的事情呢 侯伟东轻声地问道 秘书长 那这一次 你是不是有安排啊 红昂摇了摇头 不清楚啊 两个人各怀心事 来到了周昌泉的办公室 周昌泉甚是平静 戴着眼镜 坐在办公桌前 看着报纸 见到侯伟东与红昂进来 就指着指沙发 你们两个人先坐一会儿啊 黄书记还有十分钟就到 约末七八分钟以后 黄子弟走了进来 他走得很急 虽然外面气温很低 他的脸上却有一层汗水 一见门就说 哎呀 接到周书记的电话 紧赶慢赶啊 还是跑了两个多小时啊 除了一阳啊 其他这几个县的交通 都应该花大力气整治了 红昂见人到齐了 就提议 周书记 人齐了 咱们出发 好啊 高健啊 在拖沉温泉等着我们呢 今天我请大家喝顿小酒啊 泡一泡温泉 彻底放松放松 到了拖沉温泉 高健和水平两个人 早在贵宾房候着 等到周昌泉进门 水平快走了几步 略为弯腰 周书记 菜铺已经安排好了 只是这些菜太简单了吧 要不要加点山珍呢 哎呀 菜嘛 不封高低贵贱 只要手艺好 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嘛 对于我来说呀 我最喜欢的还是家常菜 关键在于正宗 水平连忙说 赵书记 您放心 今天我特意是到成都请了大师傅 菜呢 是正宗的川菜 味道绝对的地道 应该能符合您的胃口 酒呢 就是我在贵州通过关系买的茅台呀 绝不参加 很快菜就上桌了 麻婆豆腐 鱼香肉丝 公报鸡丁 回锅肉 麻辣长江鱼 呛炒白菜 干编四季豆 黄花肉片汤 这几样全都是正宗的川菜 除了长江鱼稍稍名贵一些 其他的菜都是寻常百姓的家常菜 大师傅功力深厚 将一桌寻常菜弄得色香味俱佳 老总水平为了提高温泉的档次 专门设了时间高档的房间 里面的服务员 也都是从当地的中砖和大砖招来的兼职学生 气质相貌都很不错 今天为周昌泉这桌服务的 是脱沉温泉中最漂亮的服务员 人漂亮 菜漂亮 环境也漂亮 周昌泉明显显得比平时要和蔼可敬 当麻婆豆腐被端上了以后 他指点着说 正宗的麻婆豆腐啊 那是要用肉末加上豆腐 以及大蒜蓉 花椒粉 还有麻油 红椒油 豆瓣等佐料一起炒 那味道才鲜美呢 以前啊 物质短缺啊 吃肉不容易 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呢 我们家里那位啊 就喜欢买豆腐 豆腐既便宜 又是优质的植物蛋白啊 这个麻婆豆腐啊 就是当年我最常吃的一道菜啊 叙叙叨叨谈着家常的周昌泉 少了几分官启 更像是一位寻常的邻家大叔 侯卫东暗自盘算 今天周书记召集大家喝酒 那倒是个好机会 看看能不能给黄子弟解释解释 义忠灵的事 可转念又想 这事还真不好解释 黄子弟能为义忠灵 两次三番的打招 多半一定是收了钱了 还有一中达也牵涉在里面了 涉及利益的问题 那就不是几句话能解释得清楚的 酒过三旬 周昌泉脸喝得通红 他站起身举着酒杯 这一杯酒 敬在座的竹军 感谢大家这几年来 对我的关照 大家一起站了起来 酒杯碰得啪啪之响 此时周昌泉调至省政府已成定局 习间的气氛与往日相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以前只要周昌泉在习间一坐 大家就会觉得很压抑 语言也就拘谨了很多 今天在周昌泉的带领之下 习间多了一些温馨和热闹 少了一些举手 到胜利之前 侯伟东还有楚修红这两个年轻人的事情 我得安排好啊 周昌泉此语一出 周围的人表面上还在喝酒吃饭 精力却高度集中起来 静听着下半 修红跟我时间不长 小虎的人也不错 如果你愿意呢 那就跟着我到省政府去吧 楚修红的屁股下面 就如有弹簧一般 一下子弹了起来 感谢周书记对我的信任 我愿意永远为周书记服务 楚修红为周昌泉服务的时间 的确很短 而且也没有在市委办任职 如果把他留在沙州 变数太多了 这样跟着周昌泉到省政府办公厅 确实是他最好的选择 安排楚修红很简单 周昌泉就将目光转向了侯卫东 成金的事情 是我在沙州留下来的唯一遗憾啊 我到了省里 将继续关注成金 在我离开沙州之前啊 准备将卫东头上的父子去掉 侯卫东在成金县任县委副书记 虽然实际上行使的是县委书记的权力 可毕竟还带着一个父子 并没有成为沙州市的市委委员 而由复转正以后 按照沙州市的规矩 他将也会成为沙州市市委委员 那么他在沙州的政治地位 将进一步的提高 周昌泉略微停顿 成金的事情 原本就是一团乱麻呀 最终要靠发展 才能解决问题 卫东啊 你要记住 发展是第一要务 在发展中 才能搞好整治工作呀 只是这个成金击毙太多呀 今后的困难也很多 子弟 红昂 拜托你们继续支持成金的工作呀 市委常委常务副治长布海云 是周昌泉的重要助手 市委的决定 算起来倒有十之六七 是由他去落实的 今天他到北京去开会了 没能赶回来 自从成沙公路开标以后 黄子弟在侯卫东的面前 折了面子 心中留下了一个大哥的 不过他面子上的功夫 做得极好 卫东在成金做得不错嘛 他的事 也就是咱们市委的事 我全力支持 侯卫东倒了一杯酒 连忙站起身来 黄书记 小侯敬你一杯啊 别说小侯了啊 你现在是堂堂的市委委员 成金县委书记 再称小侯 那可就折杀我咯 黄子弟开着玩笑 却也跟着站了起来 哎呀 黄书记哪里花呀 豆芽长到天高 也是一盘小菜呀 在周书记 黄书记和秘书长面前 我称一声小侯 那永远不会错的 侯卫东在公委的同时 顺便也将其他三位 市委常委的马匹都拍了 也顺便 向即将当上副省长的周昌泉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大家边吃边聊 气氛很好 一直到了晚上十点 晚餐才算结束 周昌泉发了话 大家平时太辛苦了 今天晚上 彻底放松放松 先打四十分钟双抠 然后泡温泉 打完扑克牌 脱沉温泉的老总水平 按习惯给周昌泉 安排了顶级的池子 周昌泉坚决不去 哎呀 大家一起泡菜有意思吗 赤诚相见嘛 我在这里啊 年龄最长 就搞一点特殊 还是那个上次按摩的师傅 技术不错 还请他继续给我按摩 大家都一下子下到了 贵宾间的中型池子 这个中型池子新开不久 设计容量是二十多人 此时他们几个人下去 显得很宽确 等到周昌泉去做按摩的时候 侯卫东慢慢地移到了黄子弟的身边 他想趁着两个人赤裸裸相见的时机 从侧面解释一下城沙公路的事情 消除已经产生的误会 黄子弟在全场中肚子最大 他靠在池子边 双眼微微地眯着 一副很享受的神情 侯卫东凑到黄子弟的身边 黄书记 给您汇报一件事啊 黄子弟仍然闭着眼 似乎没有听到侯卫东的声音 他一直将侯卫东纳入了视线 侯卫东的一举一动 他其实看得也很清楚 他就是故意要亮亮侯卫东 等到侯卫东又说了一遍 他才睁开眼睛 哎呀 这个水真是舒服呀 是啊 这水当然舒服 是来自大自然深处的温泉嘛 就跟女人一样温柔 侯卫东调侃了一句 脸上堆满了笑意 黄书记 有一件事啊 总是耿在我的心里 我觉得啊 应该给您汇报汇报 黄子弟抬起头来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有什么话不能说呀 而且今天又是私人聚会 没有领导 只有朋友 你就当我是你的老兄 侯卫东与黄子弟并排地坐在池中 自真俱拙地说道 黄书记 嗯 1995年的时候呢 我当时还在一阳县委 任办公室的副主任 一阳县检察院发生了一件大事件 应该算是两件吧 一件是检察院的档案室 被人放火给烧了 另一件呢 是犯罪嫌疑人被人下毒杀害 黄子弟当时还是市委秘书长 他当然也很清楚这个事 就说 是啊 这个事情当时闹得很大呀 我也知道这个事 这个事情好像还没有什么结论啊 是啊 是这样 给市委的报告只能以事实为依据 所以很多关键的地方写得很含糊 很多敏感的内容无法写上去啊 当时县检察院正在办理 一阳土产公司的案子 先是纵火案 烧了搜查出来的账物 后来就是杀人案 而死的这个人呢 是土产公司的副总啊 这个事啊 与一阳土产公司绝对有关系 只是最终没有破案 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呢是事件的亲历者 对一阳公司这个案子 印象太深刻 所以我不太相信义忠领这个人 有些事情还请黄书记理解啊 听到这儿 黄子弟对侯卫东的意思 已经很明白了 心中暗想 绕了这么大个圈子 原来还是在说城沙公路的事啊 看来他和义忠领的矛盾 真的很深 这个温泉还真是舒服啊 黄子弟又夸了一句温泉水 这才淡淡地说 我知道了 此事讲到这一步 侯卫东就不能再说什么了 再观察 言外之意才是真实的意思 侯卫东终于将纠结在心里的事情 讲了出来压力也就自然消失了 他心中暗想 能做到这一步就到这一步了 如果就这样了 黄子弟还是不理解 那就没办法了 由他去吧 在贵宾池的东侧 精寿的按摩室正在给周昌泉按摩 他的手劲极大 技术娴熟 举手投足很有韵味 高健很快出现在了池子边 与周昌泉打过招呼之后 下到了池子里 来到了黄子弟的身边 侯卫东自然而然地就离开了 高健与黄子弟并排泡在水中 黄子弟的弹性很高 我问你说啊 你看 厨师 按摩师 设计师这些工作 从业人员大多都是女人吧 但是最终做到顶尖的 还是男人 高健接着说 主要是男人喜欢钻研嘛 这女人啊 结婚以后啊 心思就留在家里了 两个人谈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题 黄子弟一边与高健聊着 一边用眼角的余光 看着陷入水雾中的侯卫东的身影 心中暗想 义中林看来不是个善茬啊 以后要提高警惕 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而这个侯卫东呢 则是长了反骨的胃炎 不得不放 一直到了深夜 众人这才散去 早上出门 寒风起了 细雨斜斜地扑向了沙洲的大地 落在脸上 让人感觉到一阵阴冷 侯卫东穿着夹克衫 直接来到了大门口 秘书杜冰已经在大门口等着了 杜冰接过手包 侯卫东却没有立刻上车 站在门外 面对着新月楼的大门 小朵啊 你晚上住在哪里啊 我还是住在沙洲宾馆 辛苦你们了 等到城沙公路修好以后 跑一趟就是一个小时 到时候啊 就不必留在沙洲过夜了 经常这样啊 对家庭生活是有影响的啊 杜冰知道侯卫东不喜欢矫情的人 也就没有故作聪明地说什么大实话 实实在在地说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嘛 他以前工作的时候 眼界是局限在机关的那几间房子 当了侯卫东的专职秘书以后 经常到岭西和沙洲眼界大开 在他的心目中 侯卫东的今天 那就是他的明天 就算当秘书对家庭生活有影响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嘛 迎着斜风细雨 杜冰显得精神饱满 到了成津县境内 菊树镇河西镇的两个标段都在施工 车进入双和镇 这里应该还有两个标段 沿途只看见几处挖掘过的痕迹 却不见施工的队伍 这一段属于金工集团 开车走了一段 就看到了金工集团的梁工城市 到了成津县内 菊树镇河西镇的两个标段都在施工 车进入到双和镇 这里应该还有两个标段 沿途只看见几处挖掘过的痕迹 不见施工的队伍 这一段属于金工集团 开车走了一段 看到了金工集团的梁工 金工集团的梁工一见侯卫东 叫苦不迭 侯书记啊 对我们工程方来说 拖了工期就意味着增加成本呢 我们当然不愿意啊 可是现场祖工很严重啊 我们正准备向县领导反映这个事呢 侯卫东看着乱七八糟的工地 皱着眉头 你写一份材料送到县尾来 随时做好施工的准备 透过车窗 可以看到公路沿线 湿漉漉的萧涩景致 侯卫东想着方杰电话本上的数字 心中暗想 这个温工程真是太不像话了 说的是一套 做的却是另外一套 侯卫东心中下了决心 等到时机成熟 一定要将温工程拿下 回到办公室 侯卫东喝了热茶 给县长蒋湘宇打了电话 蒋县长 中午有空没有啊 我请你吃个午饭吧 在县尾招待所 不论是省里还是市里 重大的人事调整 素来都不能按照 领导的意图保什么密的 这已经是令人 无可奈何的事情 连李经这种体制外的人 都知道 周昌全要到省政府了 侯卫东断定 蒋湘于十有八九 也从不同的渠道 得知了此事 既然如此 与其藏着掖着 还不如大大方方的 与他沟通此事呢 在沙州 侯卫东最大的后台 就是周昌全 此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他准备适时的调整 自己的工作方式与思路 十一点三十分 侯卫东离开了办公室 提前来到了县尾招待所 招待所所长胡永林 早就接到了渡兵的电话 亲自在厨房里独占 很快厨房里就传来了 他的大嗓门 哎呀这不是土鲫鱼吗 这非洲大鲫鱼有什么味道啊 什么不好买 你们不能想想办法 到附近的田头去买 胡永林出门 发动了汽车 口里嘟囔着 这些小事都要我操心 你说我累不累吗 等到他在郊区鱼塘 买回土鲫鱼的时候 侯卫东已经来到了县尾招待所 恰好看到胡永林 提着鲫鱼下车 哎侯叔叔姐 我这是刚从老司场外面的鱼塘 买回来的土鲫鱼 这是正宗的 煮出来的汤啊 味道不一样 胡永林在侯卫东面前 表着功 嗯不错嘛 侯卫东顺口说 星期六 你去买他两三斤土鲫鱼 我带回家 县委书记 直接安排了私人任务 这让胡永林的心里 格外的激动 连走路都如在云中飘着 到了厨房 他得意洋洋的说道 哎你们买不到 我怎么就买到了 不是买不到 而是没有用心 侯叔姐喜欢吃黄文鲫鱼 要拿出袋本事来啊 中午十二点 县长蒋湘宇准时来到了县委招待所的后院 来到了侯卫东的房间 蒋湘宇见到桌子上有一瓶葡萄酒 就问 侯叔姐啊 有喜事 侯卫东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哎呀 没什么事 就是想跟老兄啊 聊一聊 春天很有眼色 他被两位领导倒了茶水以后 就来到了厨房 站在大师傅的身后 等着每位除灶 大师傅问春天 哎 这个胡永林这么激动 哪位领导来了啊 没有外人 就是侯叔叔和蒋县县 两个人 哎呀 这个胡永林 拿着鸡毛当令箭 我怎么安排菜啊 也不跟我说清楚 大师傅嘟囔了一句 转身对自己的徒弟说 不要弄得太多 芹菜炒牛肉 火爆墨鱼仔 黄温鲫鱼 麻辣长江鱼 再配一个冷盘 两份小菜 也就差不多了 侯卫东为蒋香鱼 倒上了一杯红酒 姜先生 昨天我到市委 得到准确的消息 周书记要调到省政府 任副省长了 蒋香鱼靠在座椅上 哎呀 前一段时间 小道消息满天飞 原来真是无风不起浪啊 人和人之间 除了理智的认识以外 还有一种 融合了身体语言 脸部细微表情的感觉 这种感觉往往是潜意识的流露 此时侯卫东总是感觉蒋湘雨与平时不太一样 他暗中观察了一会儿 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蒋湘雨全身都陷在了沙发上 这是一个很放松的姿势 他在记忆中寻找蒋湘雨以前的坐姿 却又不太清晰 不过可以肯定 以前至少没有出现这样的放松 侯卫东搬着指头说 成金资源丰富 煤盒千辛木等有色金属储量也很大 建材的资源也比比皆是 完全可以搞身家工啊 煮水盒可以搞小水电 周书记在省里主管工业 对我们县的招商引子很有利啊 蒋湘雨慢慢地拨着一条黄门鲫鱼 吃了一半 称赞道 这个黄门鲫鱼啊 是大师傅的拿手菜 味道还真是地道啊 这种二指宽的土鲫鱼啊 特别入味 他没有继续黄门鲫鱼的话题 就问 新书记是原地提拔 还是从外面调来啊 我只听到了周书记要调走的小道消息 关于新书记的 还真没听到什么风声 侯卫东也摇了摇头 现在一点风声都没有透露啊 看来省委 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啊 不过据小道消息说 省委组织部的朱民生常务副部长 也许会调过来 并且可能性还很大呀 哎呀 你前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 现在是一届领导一套思路 周书记高升了 也不知道新书记会是什么样的思路 我们的工作节奏是否需要放缓的 免得矛盾太多嘛 到时候如果激起了什么群体事件 给新书记留下不好的印象啊 一起工作了几个月 蒋湘宇与侯卫东的关系 处得还是不错的 他此时的这个体议 也是从大局出发 侯卫东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由赋转正 他渴望出政绩的心思 比蒋湘宇要强烈的多 这样吧 我觉得还是按照既定的政策吧 修路和整治矿山都已经启动了 如果减弱工作力度 恐怕会弄成家生饭的 到时候骑虎难下 我们会很被动 至于说群体事件吧 只要应对得到 我觉得应该可以避免 看着锐气十足的年轻的县委副书记 蒋湘宇心里说 这周昌全是侯卫东的靠山 如今靠山走了 自己得先看看风向 得适当地与侯卫东保持着距离 心里虽然这么想 口里却说 就以飞时镇来说吧 按照省里的政策 无论你有没有采矿证 只要规模太小 那些小千心矿确实都应该关闭 但是这些小千心矿呢 多为当地的村民所开 提供了工作岗位 也是乡镇税收的重要来源 强制关闭这些小千心矿 出发点绝对是正确的 恐怕实际的效果 会导致几方都不满意啊 对于蒋香瑜的原划 以及中庸主义 侯卫东是早有领教的 今天他主要是与蒋香瑜沟通思想 即使蒋香瑜与自己的观点 不太一致 也没有争论 他就转换了话题 聊了一些并不太敏感的工作 两个人边吃边聊 气氛倒也融洽 吃完饭 送走了蒋香瑜 侯卫东点燃了一支烟 将几件难事 在脑海中一一一的梳理 抛开感情 光从现实的角度来讲 张永泰的死因 其实对成金的发展大局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甚至可以完全忽略 当然 这个前提是 周昌泉不再耿耿于怀 以整治千辛矿为试点的 有色金属矿产整治工作 已经开始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开工没有回头建 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 否则前功尽弃不说 还要引起极大的反弹 修建成沙公路 这是不可动摇的基本政策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必须要打通成金的交通线 这一条绝不含糊 在竹水河修建小水电 这是蒙宁与朱小勇的项目 间接是吴英的项目 更间接 则是蒙豪放的项目 而且这个项目本身 对成金的发展是有益的 干部的调整问题 到达成金以后 侯卫东要来了朱冰 顺手解决了 非时镇镇长刘永刚 挤走了成金检察长段子安 他的第三个目标 就是方杰小本本上 所列出的名字 目标的方式 是温水煮青蛙 一点一点下手 另外还有方杰方刚的案子情况 这些都是隶属于 上面大问题中的小问题 正在梳理头脑中的条条款款 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侯卫东还以为是春天呢 就随口说道 请进 仍然一手拿着烟 很舒服地将身体 陷在皮沙发里 想着问题 随风而进的是淡淡的香水的味道 与李京所用的牌子极为接近 而春天 基本上是不用香水的 侯卫东诧异地回过头 只见一位风姿绰约的家人 亭亭玉立地站在眼前 反而把侯卫东吓了一跳 燕子啊 是你 有事吗 在邓家春的严格要求下 县委招待所后院的门岗管理 比公安局还要严格 或者说 公安局由于阳气原本就比较重 不怕小鬼闹事 门岗管理纯粹是摆设 但是县委招待所的门岗 绝对是正规和细致 按理说 燕子是不能随便进来的 后卫东 故而有此一问 燕子看着鸟鸟生起的青烟 微微地皱了皱鼻子 侯卫 姑姐我有事找你 燕子的身高与朱盈盈相仿 身材修长而优美 五官不如朱盈盈精致 却是平和中带着一些傲气 傲气中却带着一丝书卷气 相比之下 朱盈盈则如平民中的美女 而燕子则是从书香门第中 走出来的美女 侯卫东依然坐在沙发上 一手拿着烟 另一手养着养 坐吧 燕子是不速之客 不过却是一位气质出众的美女 一般来说 有成就的男人对美女 总是带着点客气的 或者是表面上 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客气 燕子原本想跟侯卫东 温言相问 或者是客气几句 可是话到嘴边又变了味 我想问问 朱盈盈到底犯了什么罪 派出所要把她压到成金来呀 上来就这么质问 这实在是不同人情事故 侯卫东皱了皱眉头 你和朱盈盈是什么关系啊 是朋友兼同事吧 在滞留期间 公安机关不必跟朋友兼同事 说明原因 另外 我不是公安民警 你找错人了 燕子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她努力忍着 不让眼泪流出来 可是眼泪最终还是流了下来 她擦掉眼泪 我和朱盈盈 一直生活在歌舞团 情同姐妹 她现在遇到麻烦了 我当然得帮忙啊 在成金县 我只认识你 还请侯书记帮忙照顾 至少让盈盈在公安局 不受欺负啊 侯卫东大大方方地 欣赏了一会儿 近在咫尺的美女 心中暗响 朱盈盈 小曼 燕子 都是省歌舞团的同事 朱盈盈出事了 沙州市常务副市长 布海云的儿媳妇小曼 都不出面 反而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燕子出面老人 这说明这个燕子 为人还不错 只是太单纯了 对燕子的评价 略有变化以后 她的态度变好了一些 曾经公安局依法办案 朱盈盈怎么会受欺负呢 她见燕子楚楚可怜的样子 动了恻隐之心 好了 你放心吧 我说话算数 燕子见侯伟东松了口 就说 我听说可以办保外就医 侯书记啊 你帮帮忙 能不能给盈盈 办个保外就医啊 公安机关独立办案 我不能随便干涉呀 我再强调一遍 城津县公安局 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嘛 侯伟东看着满脸希望的燕子 接着说 你放心吧 我保证 朱盈盈不会受什么欺负的 好吗 燕子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 可是 也是算小有收获 至少有了侯伟东的保证 朱盈盈肯定不会受到什么欺负 燕子从小生活的环境很干净 对公安机关的印象 大多来自影视作品 其间不少歪曲和夸大的东西 让她视公安机关为洪水猛兽 朱盈盈被公安机关带走 她急急忙忙四处奔走 这一次 小曼的表现让燕子很伤心 也让她认识到了社会的现实与冷酷 等到燕子离开 侯伟东给邓家春打了个电话 在电话里邓家春说 侯主席啊 我正准备向您汇报呢 朱盈盈将方杰失踪前的动向 讲得很清楚 看样子啊 方杰恐怕是遇到麻烦了 具体的事情在电话里讲不太清楚 晚上我来汇报吧 侯伟东又追问 那朱盈盈本人有什么问题吗 她跟方杰在谈恋爱 或者说她是方杰的未婚妻吧 除了这一点与其他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 侯伟东想起朱盈盈遇到的几件事 这个朱盈盈的选择有问题啊 凭她的条件生活原本应该很好啊 聊了一会儿邓家春问道 侯主席啊 我听说周书记要调走了 这是不是真的 是 晚上回来咱们细聊吧 邓家春沉默了片刻 那 以前丁下的事 是否有变化 侯伟东坚定地说道 周书记明确表示 既定方针不变 继续全力追查 他会以副省长的身份 继续关注这个事的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过了元旦 新千年如火车一般撞了进来 侯伟东由县委副书记 变成了县委书记 虽然他是沙州历史上 最强势的县委副书记 与以前的易阳县委副书记 杨森林相比 他并不咄咄逼人 却实实在在地控制了局面 是事实上的县委书记 但是他头上毕竟挂着一个副子 有着不少的变数 同时在人们的心理上 也是有些折扣的 此时正本清源 大家并不吃惊 过了春节不久 2月22日 市委书记周昌全同志 离开了沙州 在离开之际 省委副书记朱建国 亲自来到沙州 给沙州市四大班子的领导们 进行了集体谈话 高度评价了周昌全 在沙州工作的近八年时间 为沙州做出的贡献 与此同时 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朱民生同志 出任沙州市委书记 朱民生十年四十六岁 年富力强 正是干事业的好时机 当李太中得到周昌全 离开的消息以后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他打开了一瓶1985年的 正宗茅台 这瓶茅台 当时不过十块钱一瓶 保存到1999年 已经大大增值了 至少两千元以上 李太中还是毫不吝啬的 把这瓶酒打开了 喝了三五杯以后 李太中打开了话匣子 东方啊 这一年你进步了 事情办得不错 李东方说的 难得听到老爸一声呱奖 我今天得多喝一杯 自从那件事情以后 我的心里就压着一大块石头 你呀你呀 怎么不长脑子吗 整天跟着方杰下胡闹 共产党要真正认真起来 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 都打趴下了 你以为你有几个钱 就能为所欲为啊 幼稚 李东方说的 就是那个张永泰 欺人太甚 你以前为了买矿 用这些手段也情有可原 可是有了三个矿以后 那就应该走正道了 合理合法的赚钱嘛 你现在配合县委 先政府工作 感觉怎么样啊 李东方低头想了想 哎呀 爸 以前我建了政府 这些当官的根本就不搭理 现在呢 建一个这么大的小官 也要满脸堆笑 这恐怕就是最大的区别了 哎 这当恶霸 那总是比当顺民要爽快一点 要是哥平时 李东方如此说话 李太中多半要勃然大怒的 不过今天他的心情着实不错 只是说 哎呀 赔点笑脸 总比丢了脑壳要好嘛 你坚持下去 然后呢 弄一个世线的政协委员呢 或者人大代表的头衔 那就有了政治地位了 混在体制内 还是比当草民和恶霸 更滋润的 你现在还年轻啊 以后就会明白这些道理了 李东方低头喝着酒 心中暗道 老爷子在体制内干的时间太长了 胆子真是比真尖还要小 不过他所说的 确实是一个长久的办法 李太中又慢慢地喝了一杯 突然问 哎 你说方杰这小子到底跑哪儿去了 老方县长到处找人 连方之行都从新西兰回来了 看来应该是出了事了 李东方若无其事 哎呀 方杰啊 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人野着呢 现在说不定啊 在哪逍遥快活呢 不过这次他太过分了 这么长的时间也不露面 难道真出了什么意外 李太中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儿子 见儿子表情很正常 并摇了摇头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连喝了三杯 他再次抬起头 眼睛里就有了淡淡的血丝 这个侯卫东是周长全的人 这个家伙虽然年轻 但是诚服很深啊 手段也很了得 留在城京终究是个祸害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弄走 爸 怎么弄走 要二叔出面吗 你二叔远在领西啊 县官不如县管 你二叔说话未必好事 算了 就把他当菩萨供了吧 只有他真正当了省里的领导 才能解决问题 李太中又说 朱民生一直在组织部门工作 对市县一级的工作不熟悉 我听他到沙州的几次讲话呀 估计这个人是个好大喜功的人 侯卫东呢 是周长全最敌的嫡系 一朝天子一朝臣呢 朱民生恐怕也有调整 他职务的意愿 我们就制造一些群体的事件 给朱民生 送上调整侯卫东的理由 李太中若有所思的看着酒杯 这事儿 恐怕还得去找温公成 他前些年吃了千心矿不少钱呀 到这会儿了 总该做些事情了吧 市委组织部部长赵东来城津县 查看试点镇工作的情况 晚上侯卫东率领县委副书记高晓南 以及组织部长等相关的人员 请赵东一行吃饭 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朱民生 来到沙州以后 出于对组织部门的深厚感情 对市委组织部进行了改革 以前的科通通变成了处 整个市委组织部设有十个处室 办公室 机关干部处 县区干部处 综合干部处 人才处 干部教育处 干部监督处 组织处 党员教育管理处 党员电话教育处 按照惯例 在领西 市级组织部门的内设机构 应该被称为科或者是市 此时变成了处 处室领导人 在级别上其实还是政客 可是名头变成了处 听起来就有些吓人了 赵东衣着整洁 样式与宪政干部也差不多 可是胜在品质优良 穿在身上自然不凡 加上光亮的手表 显得更有品味 侯主席啊 双和镇的基层试点工作 总体上还是不错的 硬件设施搞上去了 资料也不错 不过今天在村子里 有一个问题值得大家警惕啊 这或许是全市基层组织的通病 活卫东听赵东这么说 联盟问 赵部长 什么问题啊 我们马上整改 我翻了翻花名册呀 全村六十八个党员 只有五个是三十岁以下的 有三个人是近两年才入党的 党员老化严重啊 死亡的党员比发展的党员还要多 这样下去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 如何体现和保证啊 县委组织部长李治回答 哎呀 成金县啊 可能还好一些 由于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吧 所以还能留得住年轻人 党员发展的条件啊 还好点 其他缺少矿产 又没有企业的县啊 真正优秀的农村青年 百分之九十五 都到沿海打工去了 支部就想发展党员 也找不到好苗子 有的镇呢 为了选一个基本合格的 党支部书记 连镇党委都要费很多周折呢 赵东为此深有担忧 是啊 基层组织试点 放在成金县的双和镇 你们就得在这方面 有所突破嘛 将赵部长一行 送到了县委招待所 侯卫东对县委副书记高小南 和组织部长李治说 高书记还没有到我家 去坐一坐吧 今天到了门口 不进家门可是过不去啊 高小南是封管宣传口的副书记 为人低调的 让侯卫东觉得窝囊 这种人最适合变成 团结和依靠的力量 以前有周昌泉作为后盾 侯卫东将大多数的精力 花在作势上 如今周昌泉走了 他敏感的感觉到 有一丝危机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此时成了侯卫东的自觉反应 等到三人进了后院 不用侯卫东招呼 春天就准时出现在面前 他被三位领导泡了茶 削了水果 然后很规矩地离开了 喝着茶 侯卫东说 今天赵部长给我们提了 很好的意见啊 组织部要尽快拿出意见来啊 李治是老组织工作者了 赵东这番指示 在他的耳中甚为平常 他笑着说 哎呀 这事啊 也是年年题 但是要发展党员 总得符合条件吧 否则就是烂鱼充数了嘛 正因为有困难嘛 所以势力才要通过试点 寻找典型的经验 先为要通过机制的变化 提高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 将优秀的人才啊 都吸引到党组织的身边 高手剑 你说对不对啊 高晓南笑着说 是在认为嘛 这句话其实是一句 放之四海截准的废话 不过在很多场合都很管用 这个双和镇的温宫城 开拓精神不足啊 如今基层组织试点工作 放在了双和镇 掌舵人的找一个 思想更敏锐的年轻人 你们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啊 高晓南这才明白了 侯伟东的心思 哎呀 绕了半天 原来是想拿下温宫城啊 组织部长李志 对此并不觉得意外 成沙公路 双和段的进展 极不顺利 侯伟东 数次提出批评意见 话里话外 已经有换人的意思 他顺着侯伟东的话说 双和镇是试点镇 得找理论水平高 又常于做群众工作的人 去掌舵呀 我觉得 线维组织部的温永阁 或者是宣传部的梁勇都是合适的对象吧 侯伟东就问高晓南 梁勇的工作水平如何 高书记最有发言权啊 高晓南在县委素来没有发言权 宣传口也就多年没有提拔干部 这对他来说很不利 此事件侯伟东主动征求意见 就顺水推舟的举荐了宣传部副部长梁勇 争求了高晓南和李志的意见 侯伟东一语定乾坤 梁勇同志理论功底深 又有一定的实践经验 应该是合适的人选 下次常委会上啊 组织部门提出来吧 在侯伟东的计划中 双和镇党委书记温公成 县委办主任胡海 国土局局长老狗 都在方街的通讯录中 这些人必须都要拿下 高晓南一回到办公室 马上就给宣传部的副部长梁勇打了电话 梁勇啊 有一个好消息 宣传部在成津县委当中 是一个弱势部门 这不是宣传部门的问题 而是分管宣传的副书记的问题 高晓南虽然是副书记 可是说话还不如普通的县委常委管用 因此宣传系统提拔的官员就少 为了这个事 宣传系统的官员们 有着不少的付费啊 高晓南对手下的官员的意见 心知肚明 不过意识他无法改变现状 今天被侯伟东邀请到了县委小招待所后院 又一起研究了双和镇党委书记的任免 心中不免高兴 急急忙忙就将好消息告诉了小梁副部长 梁勇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 高老师到镇里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熬得回来 而且我没有到镇里工作过 恐怕到时候搞不好工作给您丢脸 高晓南正在兴头上 此时被泼了一盆冷水 小梁啊 你的目光太短浅了 双和镇是市委组织部的试点镇 市委组织部的几位领导经常到双和 干得好这里就是你的政治资本 眼下的双和镇正处在矛盾的焦点 政府下决心改善成金县的交通 而村民呢又努力保着有限的蔬菜地 在这个地方当书记 搞得好是政绩 搞不好那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这是梁勇不太愿意到双和镇的真实原因 只是高晓南说的这么肯定 一定是在侯卫东那里得到了消息 梁勇很快就想明白了这一点 马上改口 谢谢老师的指点 人生能有几回博呀 与其在机关养老 还步入到第一线去闯荡闯荡呢 高晓南这才欣慰地笑了几声 哎 小梁啊 这就对了嘛 你不愧为我的好学生啊 以后你有了大出席 我这个当老师的也为你骄傲啊 高晓南大学毕业以后 曾经在成津县一中当过几年老师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 他是很优秀的 所教的第一个班参加高考 语文的平均分数排在了全沙洲市的第二名 这是成津县高考语文的最佳成绩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仍然没有哪个班级超过这个成绩 梁勇当时就是班级的语文科代表 深得高晓南的喜欢 高晓南从学校调出来以后 一直在宣传教育系统工作 官运横通 十年来的时间就当了县委副书记 而梁勇呢 则跟随着高晓南的脚步 大学毕业以后分到了成津中学 又调到了县教育局 几经周折 成了县委宣传部的副部长 有了这层关系 梁勇在高晓南面前说话 才会比较直接 同样的一次调动 几家欢乐几家愁 梁勇是心里喜忧参半 而县委伴的胡海 则气得差点当面骂娘 而红星镇的古云峰 则是喜出望外 县委伴胡海不仅没有当上常委 还被调到县旅游局当了局长 成今虽然有几座大山 却是石头多煤炭多 实在没有什么好景色 县旅游局又是才成立的新单位 办公条件不好 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得到消息的当天 胡海喝了酒 酒入愁场更是急愤 对着陪酒之人大骂 我老胡 安前马后卖老命 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 侯卫东这个人阴险 他这是过河拆桥 杀鸡给侯看 喝了一会儿 胡海又骂 呸 他侯卫东以为自己的屁股多干净啊 相位招待所 有个年轻的服务员叫春兰 侯卫东把他的名字改成春天了 你们听听 春天来了 夏天不就不远了吧 该脱衣服了吧 听的人都哈哈大笑 直夸老胡幽默 胡海骂得痛快 酒醒之后 却又有些后悔 还是灰溜溜的 到了县旅游局去报道 很快 胡海酒后骂人的话 就传到了侯卫东的耳朵里 传话的人 一副气愤填膺的样子 胡海也太不像话了 身为政科级干部 怎么能说这种没有党性和原则的话呢 侯卫东对这个告密者很鄙视 可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告密者 他这个县委书记才能更畅快的了解方方面面的事情 老胡这个人呢 工作还是不错的 就是好喝这口酒 喝了酒啊 就胡说八道的 等告密者离开 侯卫东就回想着胡海的醉话 心中暗生惊惊 胡海说的有道理啊 春天这个女孩子太会来事 放在身边终究会让人说闲话 要赶紧让她离开 侯卫东琢磨了一会儿 春天肯学习为人活烦 倒是一个搞行政工作的好苗子呀 干脆送到交通局 给她一个机会 以后如何发展 就看她自己的造化吧 晚上回到县委招待所 春天立刻就如蝴蝶一般 在身边穿来穿去 春天的容貌并不是上上之雪 但却充满着青春的气息 又颇会察言观色 倒是讨人喜欢 侯卫东问道 春天啊 你还在读交通局办的培训班吗 春天天天一笑 我没有考上大学 这可是终身的遗憾呢 现在能读培训班 也算是一种自我安慰吧 侯卫东说道 广播电视大学比较正规啊 文凭也是国家承认的 你好好读 拿到文凭又不一样 春天就将手中的活停下来 广播电视大学要定时去听课 我这事多 怎么能走得开呢 侯卫东见其一本正经 很为难的样子 笑呵呵的说 招待所能有什么事情啊 难道你请个假 招待所就停止运转了 春天低着头 笑而不语 侯卫东说 你是正式工人啊 在招待所没有什么前途的 既然你在读交通局的培训班 想来对交通局的工作 也会有兴趣 要是你愿意 那就去交通局上班吧 当然了 还是工人的身份 春天被这意外之气 弄得有些迷糊 侯书记啊 你真的让我到交通局上班 当然是真的了 那 谢谢了 谢谢侯书记 春天全心全意地为侯卫东服务 就是为了这一天 没有想到 这一天竟然来得如此之早 如此之轻松 而且根本没有传说中的 任何的付出 春天的脑子转得很快 不一会儿 他脸上露出了委屈的颜色 侯书记 你 你是不是嫌我的服务不满意啊 能为您服务 那是我的荣幸 我 说了这话 他马上又有一些忐忑不安 心中暗想 千万不要弄巧成拙呀 千万可别弄巧成拙呀 侯卫东呢 是当过领导秘书的领导 官人的本事不知不觉 大有掌尽 他一眼就猜透了春天的小心思 但又不揭破 交通局很需要人才嘛 你到交通局以后好好工作 认真学习 转干的机会还是有的 春天出门的时候 又给侯卫东泡了一杯茶 他望着侯卫东的眼神 除了温柔之外 还有一些说不清楚的情绪 侯卫东是县委书记 同时也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男子 这无疑对春天这种少女 是有着极强的杀伤力的 温柔体贴的为侯卫东服务 一方面是因为侯卫东是县委书记 而另一方面 也藏着某些少女的情怀 此时想到即将离开县委招待所 春天甚至有了一些伤感 不过她是很理智的女孩子 伤感归伤感 她还是会义不容辞的 到交通局去工作的 在庭院中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抬头看了看天 星空密布 格外的宽阔 谷云峰站在门口 对门岗说 我是新上任的县委办公室主任 谷云峰 要找侯书记汇报工作 这位门岗原来在乡镇派出所工作 以死板而闻名全局 那天燕子进入后院 邓家春知道以后批评了她几句 于是门岗就正儿八经地 执行着邓家春的纪律 县委班的主任 不是姓胡叫胡海吗 什么时候换人了 你有证件吗 面对着一丝不苟的警察 谷云峰有些尴尬 抬头就见到春天出了门 就如同遇到救星一般朝春天招手 春天一见谷云峰 就对门卫说 柳叔 谷主任以前是红心镇党委书记 现在刚调到县委办公室主任 门岗这才说 真的是谷主任啊 请进吧 谷云峰很郁闷地走进了后院 心中暗想 这侯书记是什么意思 将后院弄得警卫森严的 难道是不想让送礼的人进来 谷云峰摸了摸口袋 里面有一万元的现金 算是对侯卫东的感谢吧 来到侯卫东的家中 东拉西扯地汇报了一会儿工作 谷云峰在临走前 将精美的礼品盒子取了出来 随手放在桌子上 侯说姐啊 我过来看看你 这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侯卫东见谷云峰 根本就没什么要商量的事 神情也不太自然 心里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他接过礼品盒子 随手打开包装 看到里面有一万元的钞票 侯卫东的脸上没有多少的表情 他只是平静地看着谷云峰 渐渐地 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之下 谷云峰的脸上开始出汗了 坐立不安 侯说姐 我 这 我 侯卫东抬手打断了谷云峰的话 我调你到线尾办 是看中了你的能力 我和你要长期接触 我们既是上下级 也是亲密的朋友 不要用钱来衡量我们的关系 尽管是春天 尽管有心里的准备 汗水还是秘密地布满了谷云峰的额头 侯卫东拿起了那一打百元的钞票 从中抽了一张 你来送礼 也是人之常情嘛 我要不受也不好 我受一张 其余的 你都拿走 谷云峰一颗悬着的心 这才放进了肚子里 他把钱收了起来 心里充满着 对侯卫东的敬佩与感激 他在心里长叹了一声 我以前一直认为侯卫东是机遇好 现在看来 他确实是有果人之处啊 我自愧不如啊 三月六日 侯卫东第一次参加 有新任市委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 与会者为全体市委委员 由于朱民生要参会 市委委员们一早就来到了会议场 没有一个人敢迟到 更没有人请假 中会议室里 有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 以前周昌泉喜欢坐在椭圆的头上 大家便觉得 这个位置就是主席的位置 而新来的书记口味却不同 他选择坐在会议桌的正中间 背后还新增了几面党旗 显得既气派又庄重 在等候朱民生的时候 侯卫东对身边的赵林说 赵主席啊 什么时候我到乌海县来学习学习啊 侯卫东从沙州学院毕业的时候 赵林已经是易阳县委副书记了 论资历侯卫东差得太远了 侯卫东当年到易阳县人事局报道 跑了几次都没有落实 幸亏巧遇赵林 这才完成了很简单的报道手续 赵林发了一支烟给侯卫东 昨天我还对宣传部的老崔说呢 成津县这半年经常在省报省电视台露面 我们乌海插远了 老崔最近啊 恐怕要到成津来取经啊 你到时候可别私藏啊 侯卫东谦虚地说 哎呀 乌海是老大哥 成津是小兄弟啊 能有什么经验直到乌海来学习呢 两个人正说着 易阳县县委书记马有才也走了进来 他放下手包就开始接电话 直到市委书记朱民生走进会场 他才听着通话 向侯卫东点了点头 凝神地看着进入会场的新市委书记 朱民生是老机关了 西装领带白衬衣 头发整齐中分 看上去纹皱皱的 他进门的时候一脸的严肃 冷面冷脸 颇有一些官位 主持会议的是副书记黄子弟 他环视了一下会场 热情洋溢地说道 这些天啊 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 期盼着新书记的到来 首先我提议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朱书记 顿时掌声雷动 朱书记的脸上没有笑意 只是抬了抬手 往下压了压 表示谦虚 黄子弟又说 下面就请民生书记 做重要的讲话 大家欢迎 场内掌声再度响起 如飞机上落下的炸弹 轰轰作响 朱民生目光在众人面前 扫了一遍 虽然是初来乍到 但是大家也是老朋友了嘛 在座的同志们 我有一大半都叫得出名字呀 朱民生稍微停了一下 抿了一口茶 由于到沙州的时间还短 我还没有进行调查 也就没有发言权嘛 所以今天我不误实 先误误虚 和同志们重温一下 民主集中制 一般情况之下 任职官员都要先讲一讲 自己的基本施政纲领 或者是观点 朱民生的民主集中制 其实也是他的观点 在座的所有人 都摒弃宁神的 细细的听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